立婷 我觉得我们出门前 先检查一遍吧 好啊 好啊 手机 手机 有 有 搓手液 搓手液 有有 好 钱包 钱包一定会有 口罩呢 口罩也准备了 白齐了好 糟糕了 立婷 怎么了 我才发现我们忘了戴护照 这么重要的东西 快去拿 那你等我 我赶快去快去快回 快 D-Date TV KPM 大家好 我是陈丽婷 欢迎收看D-Date TV 刚才看到我们准备很多东西 对吧 就是要出门去玩的意思 可是这一趟游戏之旅 也包含了学习的过程 先来看看带队的老师是哪一位 首先我们要欢迎陈古恩老师 老师您好 立婷您好 是 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哪里玩 又学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学习古诗 这是一首四年级的古诗 那我们有其他同伴一起去玩 对吧 有 今天老师还带了四位小朋友 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 好 先看看是哪四位小朋友 我们打个招呼 Hello 来 小朋友们打招呼 来 首先我就一一介绍吧 首先老师请苏永森同学 打个招呼 好 永森你好 好 永森你好 接着老师请朱恩怡同学 再来老师请陆佳莹同学 还有一位就是李凯琴同学 好 四位同学好 我是今天的 我可以一起飞吗 老师 当然 我就是打算带你一起飞 人多热闹 太好了 那刚才老师说的学习是学什么来着 古诗 对 今天老师要教大家一首古诗 这是四年级的一首古诗 四年级的古诗 不知道会是哪一首诗呢 该不会是大名鼎鼎的 什么诗仙的诗吧 卖个关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头再来跟大家聊聊 不要走开 唐诗诗诵词里头 欢迎回来 今天陈国恩老师要带团去到国外 然后一边旅游一边学习 学的是古诗 而且我们随团的还有四位同学 想请问陈老师 这四位同学来自哪一所学校 这四位同学都是来自吉隆坡 增江中区一校的学生 那他们今年都是四年级的学生 四年级就可以去搬游了 太好了 毕竟关在家里太久了 对不对 那老师要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来 同学们其实已经回到学校上实体课了 是吧 是吗 开心吗 那今天呢 老师要给同学们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除了走出校园 我们要冲出马来西澳 去哪里呢 老师 大快再告诉你好不好 先卖个关子 那所以呢 为了快速抵达这个景点呢 今天老师带来了一道神奇门 说起这道神奇门呢 它可神奇了 因为你不管你要到多个人的地方 我们都很快的就能够到达景点 那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我也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你要用力点头咯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要准备咯 那在还没有出发之前呢 老师想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家长们 还有我们线上的这些同学们 都要准备好纸张和笔 待会呢 就要把重点给记录下来 那大家准备好了 就打个OK的手势好不好 看来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那我们开门 准备起飞 会飞耶 飞了 老师不见了 飞到哪里了 来飞呀飞呀 我们继续飞呀 来 老师这里是中国耶 恩怡你怎么知道 这儿是中国呢 因为我看到有西藏 还有青海四川 这里都是中国的城市 看来恩怡的观察力非常好 是的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中国的上空 那我们继续飞 那继续飞 又飞到哪了呢 老师那里是哪里 哦凯琴 你问老师这是哪里是吗 这里呢就是中国的武汉 那我们距离这个目的地已经越来越远了 好了 大家你看兴奋吧 我们已经来到目的地 黄鹤楼了 说到这个景点呢 来大家看看黄鹤楼这个景点 当然老师今天要介绍你们两位著名的诗人 一位是肯称诗仙李白这位诗人 那还有另外一位呢 老师待会再介绍出来 那有谁可以告诉大家 你们看到荧幕上的这个唐诗的题目是什么呢 浩凯琴你说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是的答案正确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那老师再问问 写这位诗人的诗人是谁呢 好 永森你说 是李白 老师你刚才也有说这首诗歌是他写的 你有专心听 没错 这首古诗是唐代诗仙李白所做的这首古诗 来 说到这首古诗呢 刚才老师说了 我要介绍两位诗人 那老师就要考考力听 有没有专心听了 没有 我不 刚才老师说到谁了 刚才只说到李白不是吗 那还有一位是谁呢 我知道可是宝宝不说 你宝宝不说 待会呢我就要介绍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很特别很特殊 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这首古诗 那同学们很快的我们就要学习古诗了 可是在学习古诗之前呢 是 老师有一个很小的要求 就是你们必须清楚今天的教学目标 好 在老师说出教学目标之前呢 我们先喘一口气 老师应该会提出很多要求 先休息一下 回头呢再跟大家聊一聊 咱们 奥鹅 是出堂诗人 洛宾王写的一首五颜律师 当时 岳宾王几岁 七岁 欢迎回来 今天陈国恩老师 要带我们飞到中国 去一个充满古艺的地方 去朗诵古诗 刚才说那首诗 是诗仙李白写的 可是还有一位诗人 还没出场呢 先来请教一下 国恩老师好了 那我感觉 只有一位诗人 另一位诗人是谁呢 其实另外一位诗人 也是一位很出名的诗人 他也是唐代诗人 那他和李白的感情 是非常好的 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学习吧 好不好 好朋友 那在还没有进入 今天的古诗教学之前呢 老师要同学们记得 今天我们的教学目标 那就是 首先要做到 背诵古诗使手 初步理解诗歌的内容 感受语言的优美 那接着呢 就是背诵和演绎教材 做到语音正确 语调恰当 表现生动自然 有感情 同学们都记得了 今天的教学目标了吗 同学们一定 记得了你打一个手势好不好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也要记得 今天的这个教学目标哦 好啦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那在我们还没学习 今天的这首古诗之前呢 老师就想问问同学们 你们记得 或者是听过还是唱过 什么古诗呢 有谁可以记得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同学们记得的话 也赶快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或者是老师哦 哎 同学们都举手了 老师就问问佳莹 来佳莹你说 在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教过我 闽农这首诗歌 佳莹 你一年级的时候 老师教过你 闽农这首古诗 对不对 是吗 那老师就想问问 你知道这首古诗的内容 大意是什么吗 哦 像记得那时候老师是说 不可以浪费农服中的每一粒饭哦 确实 这首闽农这首古诗呢 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劝导我们 要珍惜米饭 不浪费粮食 那接着老师请开琴 老师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妈妈经常念相思 这首古诗给我听 所以我特别喜欢王维写的相思 而且我还看过 红红又小小的相思痘呢 哦 凯琴 你小的时候 你妈妈常常朗诵 相思这首古诗给你听 那你还看过 小小红红的这个相思痘是不是 所以呢 你特别喜欢 王维写的这首相思 那老师就要问问 还有恩怡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好像教过我永儿这首诗歌 你上幼儿园的时候 就听过还是学过 永儿这首古诗了 对不对 那老师就再问问你 你记得写这首古诗的诗人是谁吗 好像是一位五六岁的小孩写的 你记得好像是一位五六岁的小孩写的 嗯 这么说吧 正确来说 这个孩子他在写这首 永儿这首古诗的时候呢 他当时只有七岁 他就是洛宾王 那还有一位同学 我看你举手好久了 永森 老师 我记得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嗯 非常好 永森他把整首古诗给背出来了 那永森你记得这首古诗是谁写的吗 是李白写的 没错 是李白写的 那你记得这首古诗的题目吗 不记得了 不记得 那这首古诗呢 是一首很出名的 这一个诗歌是静夜诗 其实老师要说的是 我们在学习古诗的时候 如果你能够知道古诗的题目和这个诗人是谁 再加上你知道内容的话 那就是更好了 同学们记得了 来 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学习古诗啦 那今天的古诗是什么呢 来 我们就请小朋友说一说 来 还有哪位朋友可以说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古诗的题目 嘉莹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邻 好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邻 老师又在问咯 这首古诗是谁做的 恩怡 李白写的 是李白写的 答案正确 现在呢 老师就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默读一遍这首古诗 好不好 来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也可以默读心里默默的读着这首古诗 好 时间到 好了 时间到 现在呢 老师想问问 有哪位同学愿意带头朗诵这首古诗 有吗 嘉莹 来 请你朗诵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邻 孤人 西池 黄鹤楼 烟花 三月 夏阳洲 乌帆 圆影 碧空尽 回见 床江 天际流 好的 谢谢您 嘉莹 老师觉得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因为呢 你可以把每一个字都读出来 你认得每一个字 那现在老师就问问其他三位 刚才美朗诵的同学 你们对于嘉莹的朗诵 有什么评语呢 凯琴你说 老师我觉得嘉莹他停顿太多次了 有豆花的地方他停顿 没有豆花的地方他也停顿 好你觉得嘉莹朗诵时停顿太多次了对不对 这个停顿的地方就不恰当了是不是 那还有什么补充吗 永生你说 老师我也想试试朗诵 你还要试一试朗诵 好 来朗诵吧 梦梦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时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呼翻圆影避空季 唯见长江千季流 好 那老师觉得永生也读得很不错 朗诵得很不错 那还有哪位同学看起来想要发表 还是想要发表什么意见 老师就让你说一说 好 老师看到恩怡举手了 来恩怡你说 我也觉得嘉莹太多停顿了 我都不想听了 你觉得嘉莹停顿太多次 你就不想听了是不是 那老师就说说老师的想法吧 如果说在识字方面 这两位同学都做得很好 因为每一个字都念了出来 也就是说每一个字都认得的 但是可能就有一些小小的毛病 譬如说翘蛇扬州变成扬州了 那再说回这个嘉莹的朗诵 老师觉得你的停顿点确实太多次了 就给人家一种比较闷了 大家不想听了 这样说吧 如果说评估的话 老师满分是六个星星 六个等级六个星星 老师就给你打四个星星 好不好 送你四个星星 那待会呢 老师再给你机会 老师再给你机会 看看你可以不可以为自己增加星星 好不好 那好 那说到这个永生呢 永生的朗诵 老师觉得就是欠缺了一些感情 那你和这个嘉莹呢 那你和这个嘉莹呢就有一些相反了 就是你的速度就比较快了 同样的老师也给你四个星星吧 大会再努力给自己增加两个星星 那满满的六个星星 好不好 好啊 好加油了 那说到古诗呢 同学们如果你有去注意这个古诗的题目的话 我们去注意古诗 你大概就知道这首古诗的这个内容大意了 来我们看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灵 那同学们都知道这首古诗是李白写的 对不对 都说了好几次了 那李白他做这首古诗呢 其实是要送给一个人的 老师就想问问同学们 你知道他要送给谁吗 好 永生你说 题目上写黄鹤楼送孟浩然 所以应该是黄鹤楼送给孟浩然的 永生你听清楚这个问题哦 这首古诗是李白写的 他要送给谁 而不是孟浩然写给送来给别人的 写这首诗给别人的 而且你记得吗 刚才我们已经飞到了这个景点 黄鹤楼呀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凯琪你说 我觉得是孟浩然 你觉得是孟浩然 答案是孟浩然 那还有哪位同学举手吗 佳莹来你说 我觉得是故人吧 你觉得是故人 老师说看题目 现在先看题目哦 还有别的答案吗 恩怡你说 我觉得是广灵 你觉得是广灵 那现在呢 老师就揭晓答案 我们看孟浩然 这个孟浩然哦 他其实就是李白的朋友 那这个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灵 说的是什么呢 李白就是他写了这首古诗 要送给他的朋友 孟浩然 那黄鹤楼呢 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景点 那前面就写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灵 是因为李白他约了这个孟浩然 到黄鹤楼见面 然后他就在黄鹤楼送别孟浩然 因为呢 孟浩然要到广灵去 清楚了吗 老师说明白了吗 这个知就是道的意思 就是李白 他写了这首诗歌送给孟浩然 因为呢 孟浩然要到广灵去 所以呢 李白他也在这个黄鹤楼 送别孟浩然 清楚了 好 李白他写这首诗歌送给孟浩然 可见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一定是十分深厚了 那他们的感情到底有多深厚呢 到底有多好呢 现在老师就给大家说说故事 那其实孟浩然 他比李白年长十多岁 当时候的这个孟浩然呢 他已经是相当有名气的一个诗人了 他写的诗歌呢 快至人口 也就是说他所作的诗歌呀 都非常出名 好多人都会 可是相对来说 可是相对来说 李白的名气就只是一般 那老师再告诉大家 李白呢 他有两大爱好 第一个呢 他就是他喜欢游山玩水 接着呢 就是他喜欢结交朋友 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呢 他认识了孟浩然 那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相处很愉快 他很珍惜孟浩然这个朋友 那后来呢 有一天啊 孟浩然就决定要离开这个黄鹤楼了 要离开武汉了 李白肯定是非常伤心难过的 因为李白他除了把孟浩然 当成是自己的好朋友 他还把孟浩然当成是自己的兄长 自己的老师 可是今天孟浩然就告诉李白 他要离开了 他要到黄鹤楼去了 他心里十分难过 可是既然孟浩然他的去意已绝 李白只能够祝福他了 所以呢 李白就决定 约这个孟浩然 在离开的那一天 一早啊 就约了这个孟浩然 到黄鹤楼去见面 他就在那边送别孟浩然 然后呢 就写了这首诗歌 送给孟浩然 大家清楚了吗 这个故事 都清楚了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看看 这首古诗的第一句和第二句 李白他很了不起 他在一开始 诗歌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已经清楚地交代了 人物 时间和地点 清清楚楚地交代了 所以读者其实要明白 是很容易的 那老师想同学们 找一找这个人物是谁 来 佳莹你说 故人 答案正确 恭喜你 佳莹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那这个人物是指故人 故人指的就是老朋友 那老师刚才已经说了 李白他写这首古诗送给朋友 你已经知道故人是老朋友 那这个老朋友的名字叫什么呢 恩怡 孟浩然 答案正确 这个故人 就是孟浩然 那很好 那很好 现在呢 老师就想请同学们 再看看哦 你看 答案出来了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们的答案是不是也是故人呢 那接着 老师就想请同学们 找一找 这首古诗的 这个时间在哪 勇森 来你说 三月 答案正确吗 来我们看一看 答案正确 是的 这个时间点就是三月 说到三月呢 其实就是中国的春季 春天 不晓得同学们 对于这四季 也就是春夏秋冬 有没有一个怎么样的概念 有吗 你们知道春天是怎么样的吗 哎呦 老师看到这个恩怡点头 来恩怡 你说给大家听听好不好 我记得我的科学老师教过我 春夏秋冬 这四个季节 春天呢 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夏天呢 是一个很炎热的季节 然后冬天呢 是一个很寒冷的季节 还有秋天呢 是一个落叶子的季节 很好 很好 那恩怡都已经把这四季清清楚楚的说出来了 是的 春天呢其实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季节 这个春风很很很温暖吧 应该说很很舒服很凉快 不说温暖 很凉快的 那春天呢也是一个百花盛开 百花争艳的季节 所以风景十分优美 所以呢这里就说了 烟花三月下阳洲 三月的这个时候呢正是春天 那烟花呢就是指烟雾蒙蒙鲜花盛开 就在这个时候三月的这个时候 烟雾蒙蒙鲜花盛开 那孟浩然就决定在这个时候呢 他要离开这个黄鹤楼到扬州去了 清楚了吗同学们 那老师好像看到有同学举手是吗 没有 老师再问哦 这个烟花老师刚才很清楚的 说出了重点就是烟花指的是什么 开琴 烟花指的就是烟雾和鲜花 是答案正确 烟花指的就是烟雾和鲜花 而不是指我们新年时玩的 那个让人放的这个烟花爆竹哦 好来 马上我们就让同学们找一找这个地点 找到吗 好凯琴你说 我看到扬州 你看到扬州 那老师现在就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地点呢 他清楚的说出了一个是送别的地点 一个就是孟浩然他要去的地点 刚才呢 这个凯琴就说了扬州 扬州 扬州指的是孟浩然他要去的地点 还有呢 好恩怡 还有黄鹤楼 还有黄鹤楼 来我们看看答案正确吗 是答案正确 还有一个地点 还有一个地点就是黄鹤楼 黄鹤楼指的就是这个他要离开的地点 这边还有一个广灵哦 其实广灵和扬州是同一个地点 广灵其实就是扬州区里的一个住城区 简单来说广灵就是扬州 扬州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呢 就是广灵 所以故人吸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就是说孟浩然他要离开黄鹤楼了 三月的这个时候呢 烟雾蒙蒙鲜花盛开 他准备要到广灵去了 那说到这儿 同学们有什么疑问吗 那没有哦 好 待会呢 我们再继续好不好 待会老师再继续的提问呢 好 接着我们看看这个 接下来 孤帆圆影碧空镜 唯剑长江天际流 现在呢 老师想请大家找出这两句里头 你们看到的景物 好 佳莹你说 我看到了 避空 你看到避空 凯勤老师看到你举手 我看到了长江 你看到长江 还有同学有其他的答案吗 找不到 避空 长江 还有其他的答案吗 恩怡 还有孤帆 答案正确吗 来大家一起看看 答案正确 孤帆 避空 和长江 也就是说这时候啊 这个孟浩然 他已经搭上帆船了 知道吗 那孤帆本来是指一艘嘛 其实这里指的不是一艘哦 而是说他要表达出来的就是 李白他依依不舍 他站在这个黄鹤 他在这个黄鹤楼目送孟浩然离开的时候呢 他的眼里他的心里只是看到孟浩然这个人和孟浩然搭的这个帆船 那这时候呢 这一艘舟呢 这一艘帆船越飘越远越飘越远 你看圆影 然后慢慢的看不见 李白弯弯弯弯的看不见这个孟浩然了 剩下的就是看到避空 然后呢 也只有看见长江的流水 一直在流 同学们明白了吗 所以说到这一首古诗呢 你们看看 这两句要说的就是风景 那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歌 刚才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叫大家想 你们学过什么古诗 听过什么古诗对不对 其实古诗呢 它有很多的派别 有相思的 有写朋友的 写战争的 出赛的 那其实这是一首送别诗 刚才凯琴老师看到你举手就忘了叫你 你有什么要说吗 没有啦 就是你要说送别诗对不对 好 来啊 我们再看看复习一遍 这两句呢 说的就是风景 怎么样的 什么样的 永生你说 依依不舍 依依不舍 凯琴 伤心的 伤心 难过 然后会依依不舍的对不对 对啊 这就是这个李白在送别 这个孟浩然的心情其实就是这样的 可是他心情我应该说应该是很复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孟浩然决定要去广陵的时候他也很羡慕 可是一想到广陵这个地方啊要这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到 他肯定是能够远依依不舍的了 所以呢他就写了这首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他就把这首古诗送给了孟浩然 同学们都清楚故事大意吗 那好 这个同学可能有一些小朋友会不理解 现在我们交通那么发达 送别人也不会太感伤 电话就可以联络了 或者很快就可以见面了 那那个时候的情景又是怎么样 跟现在不一样 对啊 那确实我也想到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嘛 我们可以用这个 手机 手机视频啊还是怎么样的视讯嘛 对不对 可是它就是缺少一种人和人直接碰面的这个情况 还是不一样的 老师相信每一个人都有离别面对离别的这个时刻 这样吧 我们看看同学们怎么说 你们有离别的时刻吗 有这个离别的经历吗 有 好 那老师看到佳莹举手了 是去工作吧是不是 你的心情怎么样 很难过 然后当场的那时候很想哭 你很难过 你当场就很想哭 那永生你怎么说呢 每年都有六年级的学生毕业 我送别他们 每一年都有六年级的学生毕业 你都会送别他们 那凯琴呢 我送别我的舅母因为她要去外国工作 在她上飞机之前呢 我们给她一个拥抱 确实 是 还有恩怡呢 我送我的朋友去机场 因为她要出国留学了 因为你的朋友要出国留学了 你就送你的朋友到机场去 所以你看丽婷 其实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离别的时刻 他们都知道那一种难过啊 依依不舍的 那我就很好奇 如果在这种依依不舍的心情底下 老师会怎么样朗诵这首诗呢 能请老师简短地朗诵一次吗 当然可以 来 同学们 我们就看看呢 让老师示范一次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阳洲 孤帆圆影碧空尽 为见长江天际流 这是老师念出的当中 不只是依依不舍 好像还有一些遗憾 那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呢 我们再请老师 跟我们讲解这首诗 大家走开 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 创作于哪一个朝代 清朝 欢迎回来 今天的古诗诗 剑赏和朗诵 一定要让学生来朗诵一下 我们请国恩老师来安排一下 好 那同学们 你们都知道这个古诗是属于送别的诗歌 对不对 心情都很伤心 很难过 依依不舍 对不对 那好 现在呢 老师就想同学们 把感情放入里头 朗诵的时候带出感情 可以吗 可以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也试一试和朗诵 好 来 现在老师 有哪位同学要朗诵 有吗 好 永生 永生和佳莹 那你们两个一起朗诵吧 来 准备 老师说一而三哦 一 二 三 好 老朗诵确实是有进步了 因为在这个语速方面 你们拿捏得比较好 比较稳了 那刚才你们记得我们的教学目标 还有一个就是诵读和演绎教材哦 演绎就是要加入你们的动作 你们的脸部表情 那老师就看见还有两位同学 没朗诵 老师就看看你们要一起朗诵吗 好不好 好 来 恩怡和这个凯琴准备好 准备好了 点头 就准备好了 点头了 那他们要演绎吗 同时 他们要演绎的 来试一试 好 来 一二三 故人 习一词 黄鹤 楼 天花 三月 下 阳 中 不翻 不翻 三元 以 碧 空 定 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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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 家 天 地 好 那这两位同学也加上了这个肢体动作和这个表情 可能是两位同学第一次这样合作朗诵就欠缺了一些默契 但是没关系 老师看到你们的表情和肢体动作都做得很不错 那老师看见这个恩怡呢好像很有自信哦 老师就觉得你在这方面呢朗诵的时候呢表现得很好 就给你满满的六颗星星好不好 好开心 好开心 开心 那凯琴也做得很不错 老师就看看也可以给你六颗星星 那你们有个小任务哦 也就是同学们你们这几天呢就好好的在家练习 星期一回到学校去上课的时候在全班同学表演给大家看 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这首古诗要诵读和演绎这首古诗知道吗 那很好 那今天呢老师都很满意大家这个在朗诵方面的这个水平了 好现在呢老师就想同学们想一想今天你通过这堂课学到了什么 佳莹你说我学到了这首古诗 你学到了这首古诗你可以更清楚的说给大家听你学到了什么吗 朗诵古诗的时候一定要有感情也要节奏 对而且这首一首送别的诗歌必须放慢不能太快 不然人家会觉得你非常开心 你说朗诵送别的时候呢这个送别诗歌的时候要放慢速度 因为如果加快速度的话 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的感觉对不对 那好那永生 老师我想请问为什么孟浩然要离开黄鹤楼呢 你问为什么孟浩然要离开黄鹤楼呢 其实我们在想一想刚才的这首古诗这四句 确实是没有提到孟浩然她要离开黄鹤楼的原因 可是呢老师猜测 因为黄鹤楼是天下的景点 那个时候很多诗人默克都喜欢到那边去榴莲聚会 所以呢她因为她很珍惜这个这个孟浩然嘛 对不对 那孟浩然要去那边她就约了那个孟浩然要去广陵 孟浩然也没有说原因 老师猜测就是孟浩然可能她也是喜欢游山玩水 通过这样游山玩水的方式呢 就可以得到创作的灵感吧 好那恩怡 阿师我想要问你个问题 来你问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在黄鹤楼道别呢 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在黄鹤楼道别 答案和这个永森的答案其实是有点类似 在回想那四句也没有说为什么要在黄鹤楼道别 可是因为黄鹤楼真的是天下的名圣 很多诗人默克很喜欢在那聚会榴莲 那那个李白又知道孟浩然要离开了 他就选了这个地方在这个黄鹤楼送别 孟浩然 那其实这个地方他有个传说的哦 那就是曾经呢 传说有一位仙人他乘着鹤就在这个地方 乘着鹤飞到天空上去 所以啊老师也猜测 因为李白这个人 他是一个浪漫诗人主义者 他就在诗歌里头呢写了黄鹤楼 那这样呢就可以增加这首古诗的诗意 和这个浪漫色彩了 来这个凯琴 老师我通过这场课学到了古诗里面的一些词汇 比如故人是老朋友的意思 词就是离开 烟花就是烟雾和鲜花 而且这是一首送别的诗 很好凯琴你在理解方面呢 已经是完全的完全的理解了这首古诗 因为关键词呢你都已经拿捏得很准了 所以如果说教学目标初步理解古诗呢 你这边呢是已经达到了优良的水平 老师给你满满的六颗星星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这一堂课也来到尾声了 我们已经在照这个黄鹤楼了 大家向黄鹤楼道别 来说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是的 那老师如果我们想要重温这些 刚刚老师教过的朗诵的方式 理解其中的意思 我们要到哪里去搜寻呢 其实这不难 也就是同学们可以到这个链接 以下这个链接去 对 点击进去就会看到资料 点击进去你会看到了 或者是你到这个Porter Sundberg库 里头有很多很多教学的资料 是我已经忍不住了 已经忍不住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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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过 今天真的是学到了 非常感谢陈老师 谢谢您 谢谢丽婷 也谢谢所有 守在我们电视节目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所有就是线上上课的同学啊 老师等等 或者家长朋友 我们再见 再见